民生物资被扫光加勒福员工狂捕获 记者花云熙综合报道 台湾确诊案例一口气达到100例 消息一出似乎让不少民众过度恐慌 抢着到卖场囤积用品 许多民生物资像是泡面、浓汤浓缩包、米、卫生纸等等 都在发布百例确诊当晚被抢翻 有部分民众19日一大早又到卖场抢购 发现员工已经在赶紧补货 走到赛满箱子 卖场似乎也想告诉大家 物资都很充足 请大家不要过度紧张 台湾连日确诊人数破2位数 昨18更是一口气暴增23例 引发全民恐慌 各地陆续传出封抢物资画面 包含卫生纸、泡面、粮食等 对此通路业者再度呼吁 卖场一定会尽量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 民众勿慌、勿抢、勿囤货 民众19日早上到卖场购物 果然就发现加勒福员工正在紧急补货 走到赛满一箱箱泡面、货物 架上也有充足物资 希望民众可以买到够用就好 无需过度紧张 同样状况不止发生在加勒福 包含连锁卖场大润发 好事多 全联也有相同景象 不过脸书社团我爱全联好物 老实说版主晚间也贴出公告 呼吁大家不要过度囤货 购买食物适量就好 台湾还很安全 谢谢大家